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嘉雄 现在是到2020年1月21号早上8点33分 我现在讲《轮雨爱》436期 是2020年8月9号的部分 是第十九篇第十二章 纸游说 纸下之门人小时 当少少应对进退则可以 一末也本之则无 就舍本足末的意思 纸游说纸下交门人是这样子 因为纸游是一个很保守安全的人 那纸下也是一个很保守的人 那他们差别在哪里 那纸下听到说 亦言由过语 纸游你说得太过分了 君子知道赎先传焉赎后卷焉 辟出草木去以别语 君子知道言可无也 有始有诅者其为圣人乎 所以 人不可以舍本足末是对的 那什么是本什么是末 跟草木 到底 苗而秀以语乎 秀而不死也以语乎 所以 在《轮语第十七篇》第十五章 孔子提到彼乎 彼乎就是 不一定讲一个人不好 而是讲一个人 我们的心里如果 卑鄙 不够开朗 不够正道 没有救到正言 会怎样呢 可以释君也以栽 可以 侍奉君主吗 可以让我们自己身体好吗 对我们真的好吗 彼乎可以释君也栽 就是说 如果我们那么卑鄙 那么不够开朗 不够阳光 对我们自己的身心明好吗 所以就像我们这心脏一样 如果你的大脑里面想的大脑皮质 还有大脑皮质下面 它的中间脑四丘 下四丘跟脑下垂底 然后到基底核这个运动 基底核跟大脑皮质 它的运作上有状况 这样它就会造成 我们的边缘系统脑干 甚至小脑的运作就不好 所以像我昨天去看 在呼吸照片看有个 跟他叙叙旧谈谈心 互相拜个年 那有人就学说 他已经躺在床上 主人怎么跟你拜年 我说这么多年来 我去看他三百多次 越来越得心应手于彼此 他会眨眼 我到时候他是昏睡状 然后我就讲 他就会 他的左眼会砸 会流点眼泪 然后要走的时候 佑哥我要离开了 我们再见 下次过年后再来看 你再砸一次以后 他就砸得很用力 所以脑干 脑干的功能 有的时候 他就会活着 所以像植物人 就是脑干活着 如果脑干功能没有 就是脑死 脑死是以脑干为主 脑干叫生命中枢 所以本在哪里 如果一个活的条件 再讲活条件 本就是脑干 脑干就是中脑 巧脑 眼脑 眼脑是呼吸中枢 在这些生命中枢里面 我们小脑负责肌肉的动作 但也负责思考 所以在这个脑部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血液的循环 他还是从心脏 把这个颈动脉打上去 负责前面的动脉 后面我们可以看到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 锥骨这里 有锥动脉上去 红色是动脉上去 然后蓝色是静脉下来 然后锥动脉上去 负责后脑动脉 然后在跟中脑前的颈动脉 负责前大脑动脉跟中脑动脉 然后上面有交通动脉 那这些就是我们在 本末本在哪里 本在心脏 所以幼哥他状况的时候是脑受伤 然后造成心脏停止 送到医院以后 医生问家属要救吗 救 救心脏跳回来了 心脏可以跳回来 但是脑已经不是脑死 他是脑干并没有死 但是脑的部分功能没有运作 所以这就是本末 所以人活着 不是脑没有脑死 就是其实是食物人 他脑干还在运作 其实你是这个 像日本有一个认知症的医生 学者他认知症 他现在是认知症的病人 那他就接受访问 最终 我觉得他最后的时候他问 到认知症看景色 因为日文叫景色 一样吗 他说一模一样 他说太阳一样出 樱花一样开 但是认知症就是 很多进一步认知有问题 所以即使人一个不是认知症的人 如果你不要求自己 得之不修学之不讲 文艺不能洗 不善不能改 不是孔子是忧 是一个人的忧 彼乎 弑君是次问自己 不是在问别人 所以有始有俗者 其为圣人乎 只要做人 只要有始有双 今天我们讲到这里 谢谢